今晚我们就在这儿休息吧 大哥 这里阴森森的 不会有什么脏东西吧 夜半三更 黑白无常走进一座泡苗大森再次过夜 二人依偎在一起 忽然听到了一声一响 一道鬼魅的黑影从他们身后闪过 在二人起身探查之时 一双僵直的腿捶了下来 白无常闻声回头 发现被他们害死的招生严君的尸体 整直挺挺地悬挂在房梁上 黑无常一脚把尸体踢开 警惕地环顾四周 带着面具的神秘男人走进后庙 一语点破了他们设计杀死同僚之时 黑白无常恋色一变 联手吸向面具男子 但那人根本不把他们是兄妹放在眼里 轻而易举地打伤了白无常 黑无常见状再次出手 却被对方想抓小记载一样提了起来 黑白无常单行罪行暴露 也为了保住一条小命 在面具人的胁迫之下答应为他办事 除掉省下的几个眼睛 我们兄妹二人早已对蒋氏兄弟恨之入骨 不知大侠有何妙计 戒刀杀人 面具人提醒黑白无常 几个严君的死对头 同文馆的李存忠也来了成都府 黑白无常对视一眼 瞬间有了主意 次日天亮后他们找到余下的三位严君 谎称在李存忠手里发现了招生严君的尸体 二人一翻天油加粗之后 将事情描述的灰上灰色 仿佛真的是李存忠杀人躲食 见三大严君仍有一律 黑无常又添了一把火 说招生严君的尸体一定是要被带回去威慑了 为了让兄弟死后能留个全尸 人生严君命还活着的两个兄弟 前往成都府外夺回尸体 自己则留在奋斗镇兽 黑白无常等人一路策马迹吃 在树林里结下了李存忠兄弟俩 两位严君朝他们讨要兄弟的尸首 李家兄弟不知有人在藏无险 只当这是选民教的寻幸姿时 两位严君以为他们在故意装糊涂 果然如黑白无常预想的一样 与李家兄弟动起手来 但李存忠是江湖中数一数二的高手 毫不费力地打推了他们 两大严君见状不妙 带着一身伤总身离去 他们二人逃进一座破庙 直到这时才意识到自己是中了黑白无常的剪辑 黑白无常从容不迫地走进庙里 将一时强弄之魔的人大严君大倒在地 此时黑白无常的武功已经超越了几大严君 又有那个神秘的黑衣人作为靠山 便惨恐地重伤了两个严君 随后就吸干了他们的内力 黑白无常返回玄冥教奋舵 告诉仅存御师的人胜严君 他最后两个兄弟也惨死在通文馆手中 尸体也被带走卫舍了 人胜严君闻眼震怒 但依旧对黑白无常有所怀疑 恰好此时他收到一封迷信 看到信的内容后来到城外的树林 黑白无常紧碎其后 发现他在托人调查几个弟弟的死因 黑白无常明白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 面具人告诉他们天胎山附近有一个地火洞 可以克制仅存阎君的独门攻发 黑白无常心里一喜 将仅存阎君带到了地火洞里 仅存阎君一惊动就看到了弟弟们被吸干的尸体 趁他出神至极 黑白无常果断出手和历史出千世万毒长 神众失度的人圣阎君无法再使用内力 被黑白无常情绪后终于与死去的兄弟们团聚了 黑白无常回到奋斗后收到一封密信 黑无常脸色一变 竟是他们杀死五大阎君的事情已经暴露 但由于二人功力大涨 明帝给了他们一次将功不过的机会 让他们杀死李星云夺走龙泉剑 面具人再一次出现 告诉他们明日卯时李星云会出现在渔州城外的吴里亭 一日卯时 黑白无常来到吴里亭果然见到了李星云一行 公帝大自大人没有把李星云放在眼里 怎料却败在了他的独门针法之下 白无常试图逃命 却被李星云的师妹一剑洞穿了身体 明帝应声出现在李星云身后 一掌将他击退数尺 姬如雪微就李星云 生来一掌后被明帝打落悬崖 陆雪 封一掌 浅 可信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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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